而在阳明山登山步道 昨天上午有两名登山客 疑似因为山路的土太松了 一个不小心踏空跌落山谷 救难人员出动了16人 汽车前往救援 俗信最后这两名登山客 只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消防队员从陡峭的登山步道 抬着简易的担架 紧急将坠落山谷的民众救出 脚先下去了 放一下脚下 放着放着 担架来了 放着了 放着放着 放上去 来 帮 获救的民众头包着纱布 脸上还有多处瘀青受伤 在29号上午11点40分 消防队员接获报案 有两名年约55岁左右的登山客 在阳明山的登山步道 不小心跌落山谷 刚好他有一个缺口 缺口的时候他可能一脚踏空 一脚踏空 对 踏空的瞬间就下去了 一同登山的队友在第一时间 听到呼救就紧急帮忙救援 消防队员在获报之后 也一共派出了16人 汽车前往现场抢救 索性最后坠落山滚了两名登山客 都只有受到轻伤 并没有生命危险 也提醒民众在爬山时 也要特别注意路况 小心安全